好 像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课的第二段 第二段说 咱们先看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逗号之前 这while引导的是标准的时间壮益从具 就当某时了 当阿尔弗雷德的小谷的部队 他们慢慢地在阿尔弗雷德这个地方集结起来的时候 这个little不是表示人数多少 因为army部队是可数的吗 little在这形容词表示微不足道的 不值一提的 就是两三个人来七八桥枪 这么一个 慢慢集结在阿尔弗雷德的时候 Grader咱们讲过 表示人群的聚集 然后呢 后面白颜色的可以看到剧的主干结构了 主剧里的主干 国王自己呢 他就开始着手呢 要打入到盖瑟六母的军营里面去 set out to do 可以表示开始某个任务某个工作 后面这个 the commander of the Danish invaders 明显是做前面Gathrum 他的同位语了 那么这个人Gathrum是谁呢 盖瑟六母就是当时丹麦入侵者的 他的指挥官 他们的这个头领 打入到他的军营里面去 这是语法成本的分析 这个首先我们来看看里面那些小的细节 第一个就是刚才那个little little在这不能翻译成很少的 而是表示微不足道的 little here means trivial 或者insignificant 微不足道的 不值一提的 很不重要的 就是和丹麦人的大股部队相比呢 可能是人数特别少 少得可怜的 这样一些人 那么getter在这是当不及物动词来用 叫人群的聚集 咱们在圣村里讲了 不及物动词表示聚集 那些动词都能用 我们说有些动词是 及物不及物都可以的 有些动词只能当不及物动词来用 但是当不及物的时候 几乎这些你像getter可以换成 assemble, collect, mass, congregate等等等等 都可以 人群的聚集到一块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the king himself set out to penetrate a camp 我们先看看这个set out to do 这个常见搭配呢 一般有两个意思 本文中是第一个意思 表示begin a job 或begin a task 开始某个任务 开始某个工作 着手去做某事 表示开始做这个任务 这个这样一个含义 这个在三册十六课 和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第五课多次出现过 咱们先看三册第十六课里面 玛丽有头小羔羊 Dimitri at one set out to find the thief Dimitri立刻开始着手呢 去找这个贼 你看这开始某个任务 开始某个工作 去找这个贼的任务 三册第五课 就是事实数据那颗书 The journalist immediately set out to obtain these important facts but it took a long time to send them 这个记者立刻开始着手 去采集这些重要的数据 但他花了很久时间 才把数据发送出来 开始某个任务 就是set out to do 本文中是这个意思 但是set out to do呢 还有第二个意思 咱们在三册也见过 他可以表示有意去做某事 有意去做某事 打算做某事 你比如说 咱们看绝望的主妇中 有这么个片段 咱们大概看看是怎么一块事 咱们先看一看 这是两个人打起来了 这个胖子呢 害怕 为什么呢 胖子其实比瘦子劲大 但瘦子拿着枪呢 胖子害怕 这两人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胖子他的前妻 现在正在跟这瘦子呢 正在谈恋爱 现在的两个人呢 又藕断四年 这个瘦子呢 受不了了 就拿着枪来威胁他了 对吧 然后呢 这胖子害怕了 他说 We never send out to hurt you Victor 他说这个瘦子Victor 他说Victor啊 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要伤害你 这没有开始任务了 打算做模式 无疑要伤害你 对吧 如果我们真是伤害你了 我表示对不起 I'm sorry we did 这瘦子说 说完了吗 胖子说 耶 试试完了 结果蹦 马上就开枪 这个瘦子也倒霉 开枪没打死 最后他自己死了 这个片段我们再听一遍 看能不能第二遍 听得清清楚楚 We never set out to hurt you Victor And I'm sorry we did Are you done Yeah 最后没打死 我们再回顾一下三测的三十一颗可爱的怪人里面也出现了 True eccentrics Never deliberately set out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真正的怪人 从来不会有意的想吸引他人的注意力 Set out to do 可以表示 打算做模式 有意做模式 是这个意思 本文中呢 是开始某个任务 他是开始着手呢 要打入到盖斯洛姆的菌营里面去 这个penetrate 表示进入或者穿过 尤其表示比较费力 有抵抗力的情况下 进入或者穿过 这个penetrate 集物不集物都可以 如果集物动词呢 可以直接加冰语 不集物动词呢 可以和我们再加into或者through 这个戒词都行 都可以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penetrate penetrate 进入或者穿过某个地方 这是打入到的菌营内部去 本文中当集物动词来用 那加戒词也行 意思是一样的 比方说 Our troops have penetrated into enemy territory into here is dispensable into可以去掉 我军 我们的部队 已经打入到敌战区 深入敌战区 进入或穿过 尤其是有困难 有阻力的情况下 本文中用的是对的 加into或者through都行 territor是表示领土嘛 某个人占领的领土 enemy territory 就是敌战区就好了 那么当然这是表示 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进入某个地方 还有一个咱们以前见过的 就非法进入他人家的领土 非法进入别人家的领地 这个一定是不及物的 叫trespass 后面一般加戒词 我们再读一下这东西 trespass trespass 就非法地进入他人家的 这个徒弟 但在西方这个价值观里面 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就是你到了别人家的地盘里边 别人甚至有权利一枪打死你 你看比如说 I accused him of trespassing on my estate 我控告他 那么非法进入我家的领地 可以这么说 这个trespass on是非法进入 但他还记不记得这样一句话 trespassers will be prosecuted 咱们以前讲过prosecute 就第八课贸易标准里面讲过 什么electrocute 电死 prosecute 什么控告 prosecute 迫害 还记得吗 trespasser 就非法入侵者 非法到别人家领地里的人 必将被起诉 就咱们说一般在 warning signs 在警告牌的上方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贤人免禁 为者必救 就这么一个意思 好了 这是非法进入 这个再回到文中 他到了谁呢 本文中是进入窗过pantry 就进到了盖瑟勒姆的军事里面去 这个gathrum 书中代言 这个人呢 不但是当时的入侵者 也是丹麦的国王 就这个家伙 gathrum Danish king he was forced to accept baptism after being defeated by Alfred 当时呢 不但是指挥官 也是当时的丹麦国王 丹麦人的大头领了 他被迫接受了洗礼 在什么呢 在被阿尔弗洛特打败之后 改变宗教 被迫接受基督教 并且受洗了 并且据历史记载 他任Alfred作为godfather 任他当教父 教父其实就是中文说的干爹了 最后任阿尔弗洛特当干爹了 把这个家伙彻底征服了 这个我们可以读一下洗礼这个词 Baptism Baptism 就是这个盖斯洛姆 当时呢 他打入到盖斯洛姆的这个营地里面去 当时就是丹麦入侵者的commander 他们的指挥官 和我们说 These had settled down for the winter at Chippenum Dither Alfred went These 就是指着 These invaders 这些入侵者呗 他们在 在这个 Chippenham这个城市 这个地方呢 已经定居下来 过安稳的日子了 长期住在这儿了 阿尔弗洛特就奔那个地方而去 Dither Alfred went Dither就像there 阿尔弗洛特奔那个地方而去 当然在冒号后面 就不一定加联词了 我们说冒号和分号后面 都不一定非得加联词 尽管呢 Dither Alfred went 是个完整句子 但前面是冒号 就不一定加联词了 那么 Settle down呢 当作常识可以配备 Settle down是定居下来 过安稳的日子 定居下来 长期住在这儿 不走了 定居下来 那么比如说 They'd like to see the daughter Settle down Get married And have a kiss 他们希望看到自己女儿 尽快能够安顿下来 结婚 生一堆孩子 就好了 这Settle down 叫安顿下来 定居下来 不再四处漂泊 打油飞了 找个好人家嫁了 长期住在这儿 就不走了 女儿都60多了 再不结婚 生不了孩子了 都快点吧 快结婚吧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有的时候可以表示 安静下来 比如说我们上课是 Now now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It's time to begin the class 大家安静下来 要上课了 安静下来 或者安顿下来 定居下来 都可以下来吗 有个down吗 都可以用Settle down 都可以 他们在那儿呢 安顿下来 Ford Winter就过冬了 在切门哈姆这个城市 阿尔弗洛的奔那里去 到了之后呢 就是说着到那儿去 马上就到了 一路上是 鸡餐可饮 小型叶术 这一路就到了 切门哈姆了 然后他就一看 He noticed at once that discipline was slack The Danes had self-confidence of conquerors and their security precautions were casual 他立刻就注意到了 He noticed at once that on that 到句末整个是 变于从句嘛 注意到什么呢 Discipline 纪律 纪律可以当 不可署名词来用 怎么样呢 or slack 纪律是非常松懈的 怎么说了 这个slack可以表示松弛的 松松垮垮的 生意不景气的 都行 来 生词中说过了 本文中这个纪律松懈 除了用slack 有时候也能用discipline is loose 这个loose 也可以表示松的 松懈的 本意是表示松弛的 派生松懈的 或者该用松松垮垮的 lax slack loose lax 都行 这纪律很松懈 他注意到这个纪律呢 很松懈 这个冒号表示解释 为什么呢 后面又跟出个完整的句子来 李老师前面说了 冒号和分号后面 再跟完整的句子 就不一定非得加连词了 这连词可以省略 是什么呢 这个 the days had self-confidence of conquerors 那些丹麦人 有着征服者 他们的自信心 你们跟英国人 步步直一提嘛 根本用不着去防守你们 来一个人 打死一个 并且怎么样 and there is security precautions or casual 他们的安全保卫措施 是非常马虎的 这个security precautions 我们说了 叫安保措施 这里又涉及到了 咱们的复习 precautions 常用复述 叫预防措施 security precautions 是预防坏人 敌人进来 安全保卫措施 safety precautions 表示安全 出现意外事件 避免意外事件的措施 避免坠楼 避免触电 这不是 去避免坏人进来 这安全防范措施 还有呢 fire precautions 防火措施 sanity precautions 咱们讲过 就卫生保健 预防得病 这个措施 这个都行 一般是用复述的 然后呢是怎么样 or casual casual 这是表示 很随随便便的 马虎的 很不专心的 这个casual 就可以换成 刚才的slack 松懈的 马虎的 刚才出现slack了 这里换成casual 当然我们可以用成careless 马马虎虎的 或者用inattentive inattentive 就是很不专注的 大大力烈的 马马虎虎的 安全保卫措施呢 形同虚设 可以说 对吧 好 这暗示正是 这个进攻 他们的好时期 那么他们靠什么生活呢 they lived well on the process of race on neighbor regions 他们的生活的还不错 咱们看个语法成分的分析一下 they lived well 生活的不错 well是 副词修饰这个live 后面这个on 是从哪来的呢 这个on是跟live固定搭配 是靠什么为生 live on 以什么什么为生 或以什么什么为主食 固定搭配 他们靠这个收入为生 proces 咱们在生死路讲过了 表示做事情 或者卖东西得到的收入 这个proces后面搭配 一般可以跟from 也可以跟 也可以跟接受off 这里能说off 从什么的收入呢 raise抢劫 三册第六 和杂猪窗抢劫中讲过 这次的名词 特别是抢劫 这次 抢劫什么呢 on neighbor regions 抢劫临近地区 得来的收入为生 生活的还不错 那么根本自己也不工作 靠靠天天靠抢东西 这个on 跟这个on不一样 这个on是个live的固定搭配 这个on呢 是跟read的固定搭配 对某个地方的抢劫 read 后面 后置这语名词是讲on的 这是用的搭配完全正确 第一个我们先复学 这个live on 靠什么什么为生 he lives on salary 这个人靠工资为生 是个工薪族 he lives on his parents 这个靠父母亲为生 父母亲给他钱 来养活他 来啃老 可以这么说 这是live on 那么the process 我们说过嘛 process是做某事 或者卖某东西 得到的钱 大家还记得吧 the money that is obtained from doing something 就是sell something 搭配是process of 或from something 是什么什么的收入 本文中用的是借词of 这个of换成这个from 是可以的 本文中是read 在这是抢劫了 那么抢劫后面叫on呢 是固定搭配 对某个地方的抢劫 你想 当然我们刚才那个例子 再看看 the proceeds of the concert will go to charity 咱们看过了 就是音乐会的收入 将呢 悉数捐给慈善事业 下面我们去看看 那个抢劫read 后面的借词搭配 一定叫on the read on the jeweler's shop 对珠宝店的一次抢劫 注意对哪里的抢劫 后面借词叫on 这个当作常识 背下来就好了 本文中是抢劫 neighbor regions 临近地区 neighboring不是邻居 是临近的 neighboring is an adjective here means nearby 附近的 临近的 他们靠抢劫 临近地区为生 好 后面进一步说 那么 there they collected women as well as food and drink and a life of ease had made them soft 在那里 就切门哈姆那里吧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不光是 抢劫吃喝 甚至还掠夺妇女 这就更可恶了 并且一种 这个安逸的生活 使他们软弱可气 就天天也不锻炼身体了 也不练习打仗了 就天天吃喝玩乐 这种根本 这个作战能力 已经很低下了 这个collect 在这不是聚集的意思 在这就是收集聚脸的意思 在这就抢劫了 抢劫妇女 as well as 表示除了后者 还有前者呢 as well as 表示除了什么后者之外 还有前者呢 注意 他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是as well as 这个搭配前面的东西 本文中强调的不是吃喝 抢劫吃喝呢 可能还能去容忍 抢劫妇女就很可恨了 所以to出是前面那个women 好 表示除了后者之外 还有前者 强调前面这个搭配 特别特别多 咱们看看本文中那些替换 你像可以用 in addition to 除了食物质和饮料之外 还有抢劫妇女 或者用besides along with together with aside from apart from 都可以表示除了后者之外 还有什么什么 他强调前者 我们大声来读一遍就好了 in addition to besides along with together with aside from apart from 除了后者之外 还有前者呢 强调是前者 那如果这么说 强调后者呢 强调后者就用不但而且了 他们不但抢劫吃喝 而且还抢劫妇女呢 这时候就换一下为 there they collected not only food and drink but also women 这个时候呢 就进一步突出后者了 因为不但有前者 而且还后者呢 not only but also 强的是but also 后面的人或事物 好 再回到文中 他们不但抢劫吃喝 还抢劫妇女 并且一种 a life of ease ease就是 安逸的意思 安逸 这并不是容易 是多意思 是安逸的意思 安逸的生活 使他们软弱可欺 这个soft 并不是柔软的 是表示这个人软弱可欺 比如说 if you appear to be soft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you take advantage of somebody 占某人便宜 欺负某人 如果你看人家 软弱可欺 别人就会占你便宜 会欺负你 这个soft 在这儿 是这个意思 并且一种安逸的生活 使他们软弱可欺 你看 这个段落里面 非常精准地 连用了一些形容词 像什么slack casual 还有soft 暗示 这正是进攻 他们的大好时机 这个当间谍 没有白当 那最后 这个战争 有没有成功呢 咱们一会儿 在第三段 再继续来看